再來看高雄的臨風 這幾天 很多地方都一直失電 也造成優食入宅的損失 很嚴重 有一次蝦仔的農民就說 一條就損失九百萬 也我們裡面落雞 冰島四十天落 都團出草味 入宅是很無奈 入宅中時間 將蝦仔刷出來 不妙可以減少損失 鳳台最近造成高雄臨風區 幾六次的大廳店 有的地方在鳳台來進行 攝影就已經出現停電 造成當地的蝦仔蝦仔 雍時入宅孫是參中 有的人甚至想要放棄整個店 入宅說很艱苦 無電就沒辦法供應 這個空氣給蝦仔跟蝦仔 現在連蝦仔也存不出口 而且隨時都有可能會死去 原本一區蝦仔仔 就有五百萬到十千萬隻 孫食很難過 我們這檯園種於蝦仔可以作啟動 的一塊六百萬 如果說它大�iv wiction 公園 就放在2、30個 我們從一帶出口只有30冬水 negative三十台三 بن水 равно三 trillion三十八 би 要一兩百萬以上 另外這邊的漏魚 雍氏藥賬一樣是有口說不出來 天天造成漏魚大量四季 也還很難處理 整個漏魚冰漏已經四季 幾個天 現在只能將他們動作本手 放起來彈掉 想請有關單位來處理四季的魚 還要排隊 不過現場實在是糟糕 繼續放的也不是辦法 藥賬只好自己花錢 請人來處理 天災造成庭典 雍氏藥賬有口說不出來 說到百百豪債的時候 幾乎是八九十萬 所以因為政府用雍氏面積來算 只補助差不多九千塊 不符合高密度雍氏的身份 希望政府黨員可以重視問題 讓雍氏藥可以繼續下去 記者歐文雍丹豪傑 SNG小組 高雄報道